好,謝謝,謝謝 謝謝民主,謝謝 有兩個按鈕 切贊國有第幾五少文書 本人的妻子 陳日麟合法 標諸 國有第 付了完整的租金 合法成租 何來切贊之願 偉照文書 本人殺戮的房屋 已經做了真實的交易 交易的金流、資金流項 買賣合約 都以提示給檢方 也都在台中地檢署 資料都在扣押當中 至於說 何時搬遷 如何使用 如何交易 是由買賣雙方協定 只是因為本人 的物品 沒有完全搬走 就指控本人 買賣房屋是假買賣 對本人以 偽照文書 的罪嫌 來進行搜索 直到昨天深夜 將近十二點 檢察官 預支 一千萬元交保 本人為了捍衛清白 當下 表示 拒絕交保 我寧願失去自由 接受羈押 為了就是要凸顯出 這件事情 是多麼的離譜 對比 台南雪甲光電槍擊案 88槍 兇嫌六萬塊交保 對比那麼多的 其他 綠營的這些人士 所做的這些犯行 檢察機關 不只 大力的拿起輕輕的放下 甚至於沒有做 是不是因為 是嚴寬人 是不是因為 嚴寬人要參選立委 所以又把這 成年舊案 又重新的 把它來做政治的操作 我也呼籲我們的檢調 千萬不能為 政治服務 不能成為政治操作的 打手 在昨天 11點多 當面跟檢察官 表示拒絕交保 主任檢察官 檢察官 一直 勸說我 將近一小時 後來 也考量到家人 以及雙親的健康 漆家人 未來我相信還有很多的事情會接種的是 這是不是就是對於因為顏寬仁要參選立委 登記了黨內評語 所以就對顏寬仁又做一個重重的打擊 希望我會退卻 心生畏懼 我希望這些要停下來 不要再這樣子 在政黨期間我就不說了 那根據一千萬的交保你會覺得太高嗎 我的太太五百萬交保 我部分一千萬交保 所以相較於我剛剛提到了 那麼多那麼多的對比 包括台南的學長相機愛 那你們覺得合理 打擊